盘点音效里面的反人类设计 内容绝对真实 哈喽大家好 我是表妹 今天呢我们就盘点一下 音效中的反人类设计 这些东西绝对颠覆你的山关 第一个 可以穿过去的树 这棵樱花树也太神奇了吧 可以穿过去 难道是棉花糖桌的 你见过哪家的树 是可以穿过去的 还有这个草 虽然本来就可以穿过去 但也倒是不用这么湿滑 二可以穿过去的 平衡车车棚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人才操作 这个车棚难道是数量做的 质地轻轻松松的就冲了过去 你见过谁家的车棚 可以这样穿过去的 三纸片做的衣服 我真的非常好奇 对面的邻居该怎么穿这些衣服 这些都是纸片做的 本来好好的一个女服装 居然给整成纸片 真的是太浪费了 还有这个被子 都在这个阳台上晒了800年了 还是没有收进去 鸟面上都已经落了一层灰了 第四 电电店里面的货物 这个电电店里面 货品摆的这么多 明明就这么齐全 买的时候却只能买那么几样 看一看这个冰淇淋 多么诱人呀 好想给它买回家 但是人家不卖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迷惑行为 五 进不去的房子 你这个房子 建的这么好看 但是不让买 也不让进 我真的是非常无语了 那这个房子是建来干嘛的 当摆设吗 六 超级超级迷惑的阳台 这个房子 进不去也就算了 你这个阳台 做的却不靠谱 这个难道没有铺钢机 混泥土 怎么踩都踩不了 这样的话 也太不安全了吧 七 公园的反人类设计 我们去玩前面红色的运动器材 啊 这 我这就直接站上去了 脚底下都是悬空的 再去后面玩一玩 翘翘板 神奇的一幕就要发生了 大家千万不要眨眼睛 我在设在跟空气玩翘翘板吗 对面压根就没有人 我是怎么动起来的 哎呀妈呀 不得不说 营销的设计师 真的是牛吧 还有这个单杠 平衡力不好的 千万不要玩 分分钟给你表演一个 金鸡独立 哎 我的脚怎么回事 不送空子了一样 真的是站不稳呀 八 无缘无故 天上掉馅饼 我们直接来到 校长家旁边的坑里 哇 你会在这里面 得到一千块钱的金币 校长家里 难道是多的放不下了吗 如果放不下 可以放在我家里面 九 农场的动物能听得懂人话 我们呢 先进去农场 随便的找一只动物聊聊天 一只大猪 两只小猪猪 靠近小猪 可以看到有个交谈 夸它非常有品味 哎呀妈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猪叫呢 猪的叫声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夸小动物 它会给我们回应 说明它是能听得懂我们说话的 敢问 谁家的小动物 能听得懂人说话呢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又过去抱了一只小羊咩咩 好了好了 本期的反人类设计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 别忘记个表妹 点个关注 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